嘉義縣埔子市有蛋機場 機支異常死亡 確診是感染了H5N1禽流感 這是今年秋天的第一起 主動通報的蛋機場禽流感案例 而目前有五點八萬隻的蛋機 都已經撲殺 工作人員忙著撲殺機支 嘉義縣埔子市有一個蛋機場 主動通報機支出現異常死亡 經過檢驗確定是感染H5N1 雅型高病原性禽流感 也是今年秋天第一起主動通報的 蛋機場禽流感案例 加速疾病防治所趕緊撲殺 五點八萬隻蛋機 銷毀十二萬顆雞蛋 並且督導業者完成清潔跟消毒作業 由於秋冬是禽流感的高峰期 房檢署特別呼籲業者要落實禽場生物安全工作 也強調國內每天大約有三千萬隻蛋機生蛋 這次撲殺五點八萬隻對雞蛋產量影響不大 不過臺北市蛋商工會宣布 四號開始雞蛋批發價 每臺金從三十四元調漲到三十六元 產地價七號跟進 主因就是颱風造成清場受損 跟天氣冷帶動買氣 加上這一次調整 蛋價連兩周上漲 而傳出蛋機場有晴流感案例 林天來憂心 如果感染擴大 可能會衝擊雞蛋產量 導致蛋價波動上揚 但目前還要持續觀察市場情況 記者綜合報導